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科學生之日》 這個禮拜中國方面的新聞相當多 有兩件事我們首先講 因為這其中一件都受到主流傳媒的關注 事源紐約郵報 上個禮拜報的新聞 說中國某個實驗室進行一個非常厲害的實驗 就是將一些在村山甲裡面的病毒 就打到老鼠那裡 那些老鼠可能都經過一些驚改造的 就接近人類 結果那些老鼠是死了的 就是全部都死了 實驗室實驗室 那這件事我們簡單講一講 因為它都引起了一些輿論的關注 那我首先想問陳智函博士 就是這一種這樣的實驗呢 以現在的水平來講呢 因爲那個實驗室本身是不是要求那個安全系作為相當高的 那這些牽涉到生化的東西 當然我自己不是這行啦 那你說我嘗試用一個 譬如說你如果做核子東西 高能東西這樣去理解 當你做那件事是萬一洩漏是有風險 而且對於實驗人員自己本身都有危害的時候呢 那它那個安全規格的要求是很高的 就是這件事現在就要大家小心 就是紐約郵報就不是紐約時報 差一個字就差很遠 但是我想如果以我們記憶猶新的過去瘟疫來講 那究竟這個風險是怎樣評估呢 那就是嘗試用一個比較以我們做科學實驗的角度去理解評估一下 那我自己都小心查證的 因爲它報的時候它都有拿回它的報紙出來 雖然不是現在我引述一張 但是起碼已經在之前就有一個這樣的論文 就全部是中國的研究者寫的 就真是一個在村山甲起源的一個冠狀病毒 就試一下打下去一隻老鼠那裡 那這個它沒有說是基因改造一隻老鼠啦 但是我想都不是最重要的point就是說 這種研究在今時今日 它有沒有一個實質的科學的理據去做這種實驗呢 這樣的 你如果要找一個很科學的理據去做這件事 那一定會有的 那譬如說爲什麽要將一種原本是一個物種的病毒 打去第二處去試呢 那往往很多時候你是想試一下 在這個交叉感染出來的成效多不多 還有說那隻老鼠 你如果有能力改造它或者不改造它 在不同的基因成份孕育出來的老鼠 它對於這個病毒的反應多還是少 那也都可以幫你去找出一些 會不會有些特殊基因是特別容易受這種病毒感染 或者特別不容易受這種病毒感染 所以在這個基因層面去了解 基因這個價值來講 或者了解這個免疫系統運作來講 是有它的價值在那裡的 但是當然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你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怎樣是可以做到那個安全係數要夠高了 就是現在你看到一個跨物種這樣去打去的 那當然你一定要 如果是一個負責任的研究者 你一定要很清楚在你這個實驗裡面 怎樣令到那個研究人員 和這些實驗的樣本 不會是流出那個實驗室以外的範圍 那另外一個疑問就是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將不同的物種 它裡面的病毒 又試試打在這裏 那裏又試試打在這裏 如果更厲害一些 我們將基因剪接 混合一下混合一下 試試看看哪一隻東西厲害些呢 就是有沒有人敢做法的呢 這件事實際上就真的不知道 理論上你是可以 拿手到拿來 拿什麼東西亂來混合去 就是有少許像以前的人 我們想像的人做化學是怎樣做 就是那些東西一支倒去一支 然後倒到一聲爆炸 然後頭髮就爆了 你說話我自己試過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是危險的 如果每個都好像用愛迪生方式去研發東西的時候 還要用愛迪生 我小時候讀他的故事 為什麼被人打龍了的意 就是因為他還要在火車上面亂來混合 搞到那些東西爆炸 這個是不符合今時今日那種實驗室安全 和道德守則的一種做法來的 所以你首先有一個合規格的實驗室 然後一些受過訓的人員 去跟足那個程序來做 還有要遇到萬一有什麼突發意外的情況 怎樣去應變 全部都是希望將那個風險減到最低 那是一定要守的規則 這個我會說是環球當你去做這類實驗來講 必須要守的守則 而且就是說你是不是亂這樣可以混合呢? 那你又可以用打第二個類比呢? 你是不是可以亂做複製人呢? 是不是? 那你一定要講得出你一個實驗那個 你一定要justify 確認到你這個實驗 有一個這樣的需要和價值才行 我們以往講過很多這些 甚至改造人類基因去醫病的這些例子 其中一個要求就是說 你一定要講到這個東西 是只有這種方法才可以治到這種病 你才有個理由去冒險去做這樣的基因改造實驗 那現在中國大陸去做的這個實驗 其實甚至乎不單止這個 當初有人懷疑是不是武漢實驗室 去洩露了那個肺炎病毒出來的時候 也都有人去探討過 就是那些這樣的生化實驗室 而且這些實驗室很多時候 還要是一些中外合作建造出來的實驗室 甚至乎你說武漢實驗室 有英國美國的資金去支持 是不是? 而且它是會和外國去合作 那麼這些實驗室建立下來的時候 在什麼情況之下可以做這些比較高危的實驗呢? 那當然就是它的安全係數要高 還有那樣東西你會發覺最後是有益於人的 那為什麼我們今時今日 譬如說這個武漢實驗室 它要做這些跨物種的病毒傳染 就是因為以往曾經試過有一種 這類這樣的病毒去圍禍世界 譬如說我們在沒有剛剛這個肺炎疫情之前 我們經歷過沙士 是不是? 那究竟沙士的這類冠狀病毒 它和它的未來變種 它在感染一個新的物種的時候 有多有效? 哪些容易受感染?哪些不容易受感染? 我們想搞清楚 還有我們沒有希望根據它的感染機制 更容易發展疫苗 所以你在這裡找到它的研究價值 就是如果我在一個村山甲上面 拿這些這樣的病毒 是不是冠狀病毒也好 總之就是在蝙蝠 在村山甲上拿這些這樣的病毒去感染其它的時候 了解清楚它的反應 會不會可以提供到知識給我 及早發現了它的染病和致死的機制 從而令我更加容易開發疫苗呢? 那這些往往就是 那個未來疫苗嘗試走先一步 為什麼要做這種實驗的理由所在呢? 好 明白 但是我們都比較 我們可以有這樣的估計的 就是都不知道中國做的了 其他國家都有做的 不過是誰先爆出來的 這個問題我們不糾纏下去了 為什麼用這個開頭呢? 因為我們有另外一則新聞 都是很有趣的 也是撤起中國 嘩 厲害啊這個 也都很近啊 就說中國原來有一個秘密 就是建造的暗黑物質實驗室 其實都不是很秘密的了 這個都擺明起的了 但是這個實驗本身就很有趣很神秘的意思 是啊 但是問題就是這個世界 是不是有這個暗黑物質呢? 都不肯定的 是啊 現在搞了這麼久都不知道的 那麼這裡又要解釋那些暗黑物質的東西 其實雖然很多聽眾很有興趣知也都聽過 但是不斷地提一提 組成我們身體的那些物質就不僅只有那些 中子啊 質子啊這些 還有電子這麼簡單的東西的 那麼你要了解在天文赤道上的一些現象 你會發覺呢 你是數不齊那些物質 就是去給得出這麼大的萬有引力的 他要有這麼大的萬有引力 表現出這樣的旋轉 那麼我就發覺呢 當我數完它擁有多少物質的時候 我發覺那些物質根本不足夠 給得出這麼大的萬有引力 我從而理解它的運動 那麼譬如一個例子是什麼? 就是銀河的旋轉 那些旋渦狀的銀河 它們的旋轉的模式 我們發覺呢 我們沒有辦法有效數得齊 它有這麼多的物質 來去給出這樣的旋轉模式 那所以呢 就給出了一件事 就是會不會有些物質是 我們根本上它是存在的 但是我們還沒發現到的呢? 埋不到那條數呢? 又打一個更加荒謬的比喻 就是說現在我們呢 發覺呢 數了1加1等於不到3 所以我們引入一個dark number的東西 就幫我們湊齊它 可以1加1 可以最後湊到那個3出來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還有一個 Hidden了的1還沒數下去 那麼那樣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未知它存不存在 我們嘗試去印證它存在 那麼它可能是一些 只是會進行這個萬有引力作用的一些物質 它和其他我們已知的物質的相互作用 很微很少很少 甚至乎沒有 那麼我們嘗試去找不找到一些 又直接又間接的方法 來去量度它 感知它的存在 那麼其中有人就說 噢這些東西呢 可能是一些質量很大的粒子來的 但是質量大得來呢 它可以給到很強的萬有引力效應 但是呢 它因為除了萬有引力效應之外 它不會和其他我們已知的物質有相互作用 比如說它不帶電荷 所以它不會給到電池的吸引和排斥 它也都不帶磁力 所以它也都不會和磁鐵有什麼作用去給它出來 那會不會是其他用其他商戶作用去量度它 或者它我們純粹就要靠 即是駁一下 就是會找一些很難才能和它商戶作用的機制 才能接觸到它呢 所以我們現在盲中中地去摸 其中一種方法就是 就是要建一些這樣的大型的實驗室 而這些實驗室呢 最好是埋藏了在一個山下面或者地底下面的 其中這個錦平地下實驗室 或者其實不止這個的 通常就是伴隨著在一個水壩那裡 就好像現在台長展示出來的 錦平水力發電站的那個水壩下面呢 你很容易做得這些工程 你就順便掘到隧道 那掘到隧道呢 你就可以把這些實驗儀器放進去 你利用整個山那個這麼大的石的左隔呢 來幫你把一些宇宙射線是隔得有這麼多得這麼多 於是乎你在地底裡面量的東西呢 就有機會是一些呢 排除了其他干擾 剩下的比較純正的訊號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 這麼大的水壩工程 其實原來伴隨著一個很大的基本物理的實驗 就伴隨了在這裡 而且這次看它的規模呢 應該是暫時世界上最大的一個規模來的 就是以它那個 應該是離地面都有成兩公里這麼深 那我們知道其他 比如日本有其他實驗室 去離地面一公里 在那些礦動下面 那這個是講的是 有一個成兩公里這麼深的山的石頭去包住這個實驗室 那就是我們已知規模最大的一個 那看新聞講呢 它是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就已經在上一個月 已經開展了 那我 好幾個大的疑問 其一就是 現在大家實際上都是靠估 中國在花一個資源去做這件事 會不會是有一點點輕率呢 嗯 這樣講 其實以我理解到 就是由我老師那邊去聽這些工程 很多時候是伴隨著一件實體的基建 來順便去做的 就是譬如說 當初我第一次聽到這些項目的時候 那老師就跟我說 其實很多時候是伴隨著一個水力發電的基建 因為水力發電的基建 你本身就要建很多 轉很多洞、轉很多隧道 反正你這麼多的工程人員 已經在那裡了 不如你順便和我轉個洞 讓我可以建一個實驗室 其實就有這樣的意思 然後甚至乎 當時香港不是試過建高鐵的嗎 香港建高鐵就採取了一個最貴的方案 就是硬將整個新界都轉了個洞出來 其中有部分的路線還窄在大霧山下面 它就窄不正在大霧山的山峰下面 但是你發覺一段很長的那個香港高鐵的隧道 就是橫過了、穿過了整個新界 其中一段就是在那個大霧山的山腰下面那裡這樣畫過 其實當時我老師有提到 其實可以試一下在那個鐵路中間某個位置 向著大霧山的最深處那裡轉 再轉多幾百米 那你就可以建成一個世界級的地下實驗室 就專門給香港拿來去量這些物質可以用的了 對於做物理的人就很開心的了 其實這樣就 而且成本不是多很多 反正你都已經要轉了在那個鐵路的隧道 在那個大霧山下面 你再九十度轉一轉 向大霧山最深處那裡再轉一轉 那其實當然是要給點錢 但是你已經做開就不如給多一點錢 就做多一件事了 那所以我會說在中國裡面 你發覺是不難去找到一些類似的例子 來去順便去做一個這樣的實驗 你就算在日本也是去拿一個礦動來去做 那個地方本身已經是有其他用途了 不過再加多一點錢改裝一下 那所以我會覺得這個已經是在那個科研角度來講 都盡量省錢來去做的一個項目的了 所以那個編制效益是相當之高的 你加少了錢已經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了 但是很可惜就是為什麼香港不做呢 這個是一個疑問 但是涉及到這個具體的實驗 我相信你要比較詳細解釋的 我們就在這一節結束 我們第二節回來呢 你說說說我們怎麼可以測到 如果這個世界真的有 這個宇宙真的有這麼黑話 我們怎麼測到它呢 我們下一節回來就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神秘的夜第一節 那麼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的了 有很多網民在這裏說 其實這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那個女人旁邊的一個 叫做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那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那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呢 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著我們兩個 那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如果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